安安,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Podcast平台 你聽過嗎?你有在用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你有聽過嗎?你有在使用嗎? 你有使用嗎?你有聽過嗎? 就是Podcast平台 Podcast 那這個平台事實上有的觀眾朋友聽過 觀眾朋友沒聽過 那我們先簡單說一下 它這個平台有點類似像以前在聽廣播節目 就是說它也有影像 有的節目有做影像 但它主要的產品的內容是什麼? 它有點類似像是 以前在聽廣播節目 最明顯的是廣播節目 那事實上它有點類似就是 有人說是廣播節目2點 這我們沒有辦法下定論 因為這畢竟是個行進市場 但是事實上來講 Podcast主要是以聲音 有人會把它上傳到YouTube 但是主要是以聲音為主 可能你不要那麼看重影視聲音 事實上來講就是一個呈現的一個部分 那你可能是著重於聲音的聽 那你有可能會看 但是就是說你可能就是以聲音的一個 主要來講這是一個重點是什麼? 這個主持人或是主播人 它的口條 這就很重要 說白滿吃它的口條 跟它的邏輯性 很難就是一個大混戰 有時候我們看一個節目 就是一個大混戰 用視覺的衝擊 大混戰 它S的部分 它就比較像是一種聲音的部分 事實上這個來講 它事實上也是有一定的一個小眾市場 不要說小眾 有一個鐵粉 有一定的一個市場的存在 不能說小眾大眾 就是說它有一定的一個市場的量 那為什麼最近事實上被你那麼重視? 還有一個點就是因為它最近就是 使用人變多 很多人來講就是這樣 為什麼 他們就舉例 哪呢? 2018末 2019 多阿基那時候為什麼升行? 為什麼? 因為多人玩 如果沒人玩 會有人升行嗎?不會 重點是多人 那記得去報 新聞媒體報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一定要有人 人類有一個部分 Podcast來講也是一樣 它的確是最近使用人爆紅 排行榜 然後大排小排 anyway 大排行榜 小排行榜 這樣子的一部分 的確是造成你一定的一個 收聽的一個市場 那很多人就說 這樣的話不就是影音的部分沒有聲音 但節奏不一樣 就是說你聽的部分 你會更強調什麼? 它會表達一個論述點 我可能不是影像 我只是聽內容 好比就舉例 現在來講就是說 很多來講有些是看影像 例如舉例 像你看那個 如果是無人機 空拍的部分 來實在講 就是什麼? 畫面搭聲音 就很震撼了 你反而這時候 一堆人在那邊講話 你不要吵不要吵 我要專心看影片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看IG照片也是一樣 照片對不對 美女圖出來 文字在什麼 不用不用 所以為什麼 IG會大於FB 就是這樣 FB也是文章 美女的蠟燥 要勝過千萬魚 沒有說一大堆沒有用 我要看影像 事實上 Podcast來講 事實上 就是一種論述 所以 事實上Podcast的主要 一個部分 比較著重在什麼 是一種 主題 主題性很強 就是我今天要聊 不是要開箱 不是要影片 不是要聊這個 而我創業的經驗 或是飲食的經驗 或我對一個 東西的經驗 或我對一個 育兒經的經驗 或我對一個 未來產業的經驗 經濟的分析 局勢的判斷 這個來講 他就很著重於在什麼 說 聽這一塊 這兩個字上 就很著重於在這個論述 你在你的空間中 就會有腦補的畫面 因為好比說 你今天這個東西 如果你假如 你今天是一個用一種 影像播放的講 他一樣是一個人在那邊 可是你主要是要聽內容 所以有的人如果說 我focus就是聽 我單純只是聽 或我實驗上的效用 來講我只是要頂 那很多人就會有他 那你說這個不就是跟廣播很像 我們只能說有點雷 有一點不一樣 畢竟來講 我們不是這種自訂者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講 只是說他有點雷土這樣的情況 那有人會說 pocus來講 那當然就是跟影音 大家聽 看 就是說大家的視覺已經很衝擊的情況 你要去聽 那也會有一定 有些節目的類型 但是市場會不會比較小眾 的確 有人會說的確市場是比較小眾的 再來如果說 那再來如果說 以一種企業主 廣告業主 或是品牌方來講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成分比較低 為什麼 因為你少了一個所有的 雖然你要拍燈 你不需要那麼多的一個 著重在精美度的部分 你不會說我拍pocus的部分 我拍一些木偶畫具 然後我是用阿萊香氣拍 太屌了 屌 屌 可是一般應該比較不會 對 來講 我用那麼高規格的部分 所以等於是說 他強調是什麼 是用影音的部分 那這種東西來講就會跟 舉例來講 舉例來講 比如現在端影音跟長影音 端影音就是Rio 然後Short 類似 TikTok這樣的一個部分 三大平台的端影音 那跟 也能說跟YT的一個性質 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對沒有錯 完全性質是不太一樣的一個類別 那Pockets跟YT的那種知識類別 不是比較像嗎 我覺得因為這很多東西來講 事實上來說 要不要舉例來講 你會在IG跟FB看到的內容 會不會 剛剛的影片都會不會 但是表達程式不一樣 所以事實上應該來講 還是著重於在什麼 那個內容的部分 內容的部分 所以應該在Pockets來講 他主要是要讓你更能去聽 著重在內容這一塊 我覺得可能是著重在內容這一塊的性質 你少了一些所謂的 比如說你把一些Sensor給關掉 你的Sensor關掉 你單純就這樣 讓你的CPU可以更著重在這個軟體的音準 如果這樣講應該比較容易理解 你看OK 那很多觀眾講 Pockets 對阿 他有的特別是什麼 第一個來講 現在有很多的業主義的確 投入Pockets的宣傳 例如說現在 你剛剛刷IG有沒有 刷刷刷刷刷刷刷這個廣告的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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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第一個你業配的不好笑啊 我看你是因為搞笑 就你拿一個臉政經在那邊 我不要啊 我是要在看你搞笑 不是要在看你舉例啦 我要看你政經報 我去看開箱文教一堆 我要看你 對不對 等一下更專業 沒有錯 所以事實上來講 就現在很多的一個內容 的確是有點分岔 那事實上Pakest的部分來講 事實上那是聽啊 可是這個怎麼會 怎麼去行銷產品 應該來講 他要看你怎麼去行銷 你可以行銷這個團隊 行銷這個人 或行銷這個品牌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的 品牌幫我行銷品牌 說故事嘛 現在很多品牌 不是說故事嗎 舉例對不對 你會進去一個觀光工廠 哎呀這個觀光工廠的故事都怎麼寫 你看啊 老闆這個老闆對不對 他是一個什麼 在多幾個年紀人來這裡 然後看到他毅力親 跟可能成立了一個什麼公司 經歷了什麼事情 然後跟家人努力的 都在乘風波浪 邁向了新城大海 最後創立了這一間 蛋黃書 然後下去飲料紅茶店 老闆什麼時候來這裡 然後經過怎樣的可吐密集 然後跟家裡的乘風波浪 賣一下新城大海 最後創立了這一間 紅茶店 類似說故事的部分 所以很多人來講 就是有在說故事來講 故事品牌來講 可能就是會有怕的確的部分 那有一些比較大的部分來講 就是聽眾的內容 聽眾例如像百靈國這種 就是說他聽了就說 我可能就是聽那個內容 就說但你就是什麼 好笑的 搞笑的 我批判的 都可以這種 網路自媒體來講 事實上網路人 就是看你喜歡哪一個 來任君挑選 對不對 你開心就好 有點像這種情況 所以以前是那種三台 或這種第四台的情況 我播什麼你就是照看 不要就算了 你要把自己錄起來算你屌 你要自己 沒有 但現在不是 我們現在可以自己選時段 對不對 那你叫我在網路看就好 網路是更快 網路還有更多的一個 為什麼有一些東西 他就是他有一個版權的授予 但時間到時候 他可能沒有版權的授予 所以為什麼 你看很多的一個老歌星廠 的一個CD片 以前在第四台 第三台能看到一個 來來來 快十幾片CD只要多少錢 趕快 為什麼到後面未賣一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的授權快到了 所以他可能就給你一個三年 這個規定你可以去販賣它 但是快到你就開始 大量的硬 管他的反正我會怎樣 不違反合約的精神之外 我盡量賺 因為你會賺最後一波 事實上也是網路上的一些版權 第一個是沒有版權 第二個它版權已經很低了 所以他可以怎樣 用這樣的部分來做操作 其實他已經 你已經不需要在第四台或三台中 去做這樣的一個行銷 他可以用網路更便宜的方式 搭配的組合 你怎麼做都可以 你一個月只要負責商業 結果你覺得 哇那麼好 為什麼新的版權已經過了 有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 買做賣販賣售服 這很多東西 大家都是有很多的一個 妹妹嘎嘎的一個部分在裡面 所以等於說 看每個人在裡面賺了一個商業物資 OK 好 這個跟Packets也是一樣 有人說Packets 事實上他可以做什麼樣的部分 你說Packets有沒有製作人 有啊 Packets製作人他做什麼 或可能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做什麼樣的部分 例如你是KOL 你想要做的就是網紅 豆腐主播 說擺的就是什麼 KOL的是什麼 粉絲量比較多 KOC是什麼 關鍵意見的人 就是反出量比較少 現在很多都是用這樣的區分 你是大網紅 啊九妹百萬 你是百萬 如果九妹只有1萬 你會那麼久 就是那樣 你會這樣久嗎 比較少 可能就會比較少 舉例來講 這本來是一個部分 啊就低妹 創造了那個品牌 感動耶 今天是聽他的流量大 如果他流量小 低妹 你老實講 我或許 可能關注度就比較不會那麼大了 是不是 對沒有錯 所以事實上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部分來講 事實上為什麼常常來看 啊今天來講 他今天以前是看藝人 看紅人或什麼 那現在才什麼 看流量 他流量多少 流量是基本的嘛 你流量 你要流量帶我的一部分 你為什麼沒有流量 你說你很厲害 對你很厲害 但是你沒有流量 沒有人經過你這裡 那你說 對不對 會有疑慮啊 我除了人家 OK好沒關係 你的影片賣給我買斷 我影片可以一直播一直播 我有把握把你播到紅 那就給我 你不能那個 可是一般現在的創造只不會這麼做 為什麼 因為一般買斷事實上 對你通常來講沒差 可是為什麼不要 大家會怕有疑慮 對以後如果變成千萬的紅 那你把我這個拿來 對不對 把我這個影片拿來是誰 來見價一塊賣 見價一塊賣 兩塊賣 把我當然是用那種 很負面的宣傳有沒有可能 你很難去講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只能說 好我給你播幾檔 幾檔的時候就停了 就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目前的很多業配的部分 他都是在於東西就是說 OK我賺了錢 我該賺錢賺了 賺了好我就走了 我就不要跟你有太大的經驗 除非來講 今天這個東西是自己 公司自己 自家的小編 那是我們家裡的小編 就是什麼 製作人編輯的 他就負責統籌的 負責規劃 就是這樣子 我們家的小編 不會說我們家的製作王牌天王 不會 一般會這樣 破的都是什麼 都是委外的 這個是我們製作王牌天王 幫我們製作節目的製作人 有可能是外包人 還破這個 代表我也是花高金來買這種東西的 如果說自己家的人 in-host自己請了一個小編 這我們家的小編 去學習 現在很多都會這樣做 就是說做得好不好而已 這是一個點 事實上很多人 現在很多人都會講 Podcast來講 它是一個端語音跟長語音 你會知道感覺有點就是 那感覺就是端語音切出來 長語音切出來就是端語音 對不對 端語音切出來是Podcast 有人說是 有人說不是 因為它是從影像變成聲音 可是Podcast來講就是說 有一些如果是說 你如果單純就是說 舉例 Podcast來講它很低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討論一些議題來講的話 如果你看一個影片 一個小時動不掉 真的動不掉 你要在那邊盯一個小時動不掉 但如果你是聽一個小時 你沒有可能 是可能的 或者說你的長域 例如說要舉例來講 你今天可能是一個移動的空間 或者你是在做什麼 你可以聽沒完 但如果你是要看 我們用影片來講 如果你影片是用聽影片 一般來講什麼是用聽的 所以有人如果是這樣 看剪輯的那種 像那種很縮短縮編的那種 我今天講什麼 那這種東西可能就OK 可是我也是完整的影片 應該不會有人這樣聽 心事不一樣 所以等於是Podcast來講就是說 他有的Podcast來講 又很短又很長 Podcast來講 我的節目一個小時 光彎的大戰 因為那個時候實在話 你變成這樣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很專注在聽而已 但其實你是這個人的議題 跟主持人的風格 要買單 就是說這個 如果我舉個字 Podcast 如果主持人講的是那種 你平常看YouTube都會想睡覺的人 你聽他的 我鐵定是睡得跟什麼一樣 煩死了 關掉 這首席關掉 聽到那種很無趣的 就不行 其實是痛苦 是這種超痛苦的事情 所以他會很吃主持人的口條 這是一個點 第二個來講就是什麼 他很吃內容 你的內容如果很乾 不是很格安 不是事實上很乾 就是說內容很低 很淺很少的話 很乾 就是豐富度不高來講 事實上來講 這個也會有一點點 所以事實上有時候來講就是說 很多人 雖然很多品牌 很多企業會做Podcast的置物行銷 可是觀眾說實在話的 因為這樣在互聯網 大家這樣子在滾這種 這很多年這樣的 從192011這樣的互聯網起來 有沒有 幾乎 以前就起來 現在是狠起來有沒有 有一個希望每個人技術使用量 我跟你講一個影片 或一個內容 或一個單位 兩個人的內容是不是有點 不是那麼自然 大家都可以感覺出來 為什麼 因為搭記輸量太多了 那個說實在話 那個是不是那個sade 或是感覺好不好 最近不是sade 但你很像之前sade 但如果說你偶爾一次 但是你很多次 你說不是sade 誰信 但是如果內容是sade 就像廣告一樣 來各位來 這是我們 這很好用 我在聽 舉例 我們常常看 有的人在聽他講創業 他就硬要講說 這個雨刷很好看 很好用 然後要不然就是什麼 在聽他講那個電影 有沒有 然後後來 這個鳳梨書 來我們開始要訂購團購 鳳梨書可以加入 大陸我們的優惠 就跟你講 我今天是要看電影 不是要吃鳳梨書 你知道這樣不公平 人家也是要做生意 是沒有做 所以我們沒有做什麼 但是事實上 隨著消費者的品味 或消費者的越來越挑剔 我們講的越挑剔 老高的挑剔的挑了 這種挑的時候 以後消費行動 會越來越專業的時候 舉例來講 有好評給我舉例 今天這個Podcast 他講的可能是鳳梨的部分 來我們賣個鳳梨 今天Podcast講的是汽車的時候 來我們賣個汽車 就是說觀眾會 因為他的專業性買 因為老實在講 你如果說我今天講汽車 來來來來 來那個 我們下一檔 下一檔的部分 來熱水瓶 就跳動跳太多了 所以一般來講 這種跳中波中叉有沒有 扣的業背有沒有 扣的機就開始往前拉了 管他的我往前拉了 拉過頭再拉回來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 大家覺得是很傷腦的東西 你會說我可能是因為 很喜歡那個KOL或那種 是但是沒有喜歡到 為了他而買東西 所以意義不一樣 就是說有人氣沒買 騎車上在品牌來講 業界來講 廠商來講 都已經是一個很明顯的東西 對 所以有時候在講就是說 因為為什麼一定要找有名的網紅 我找有人氣的粉絲 為什麼 因為你沒人氣就沒粉絲 所以你薄底一點 你還是要有粉絲 但事實上有時候 這個好不好 就是大家會去評價 這個有沒有一個促銷的點 如果說找他拍廣告 或者找他業配 廣告其實有很多種 沒有效果 人家自然就不找了 口碑就傳出來了 沒有人再願意去撕那個圓大頭 而且這種價錢也更是迷失 就是說當你這個價已經沖起來了 你要人家再降下來不太可 就一樣 就跟你在職場薪水一樣 今天裡面是一間4萬5萬 下一間5萬 然後再下一間3萬6萬 你要不要 這不要啊 我知道一樣嘛 因為你要3萬6萬 以後不好意思 從此3萬6萬 為什麼 你是打3萬6萬 重來啊 對啊 這種價錢也是一樣 所以就是說 有時候啊 就好比說有一些藝人 明明沒有說那麼多 但講那麼多 為什麼 他是為了讓自己的名氣不要掉下來 這個可以理解 也是可以理解 那我們今天講Podcast的部分 主要就是他的生態權 大概是這樣 事實上Podcast也有很多個好節目 的確真的是有很多好節目 有很多神動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適合端音樂 適合餐音樂 適合Podcast 適合IG 有一次FB 有一次提供 哇天啊 哇 對不對 對 所以發現一個點 各個平台都有各個平台的優勢 如果說一個企業能把各個平台的優勢 發揮到最大點 那當然是你強項 可是說你這種的一個小編 這種的製作人 或者說很多人來講 Podcast現在很多的部分 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一個 老闆自己下來用 為什麼 這樣很多人都說成成本 事實上有一個點 我覺得一般大家比較沒有注意的 沒有講到哪一個點 因為老闆就好不就舉例 廣告推銷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非常嚴肅的事情 全公司誰最有資格對自己的產品開玩笑 老闆 你要是領人薪水的 你開個玩笑 你要是開不對的就fire了 我覺得這才是老闆真正跳下來的一個主要原因 因為員工你要他開玩笑 開不對老闆會緊張 對不對 那員工會更緊張 那換來一來一去之中 事實上誰最適合 老闆為什麼 他開始有家玩笑 老闆開始有家玩笑好笑 那員工開嗎 哪一定要員工跳槽 對不對 你要開始做消毒的動作 所以事實上 老實講 我覺得這才是老闆真正跳下來自媒體 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那你就說 那老闆他沒有時間 你想老闆也不是笨蛋 如果沒有消費 老闆就不會再繼續投入了 當然老闆如果交給員工做 那代表他怎樣 他也不會給那個員工太大的權力 他就給他一些日常播一播 中規中矩你放IG 你發FV 限動 這種中規中矩 但你不能給我做 太常的一個推銷行事 這本來事實上就跟那個在職場一樣 今天這個是紅人 交辦的工作一定都是很關鍵的 今天如果被邊緣化 他交辦的工作 你覺得他會很關鍵嗎 不可能一定都是很邊緣的東西 這個我相信應該也不難理解 這的確是不難理解的東西 所以事實上老實講 今天這節目的最後一個 我實際上也是表 我覺得可能是說 為什麼就是說 老闆如果跳起來真正的和諧的原因 一個比較和諧的原因 公關拍電影 老闆的品牌的東西 品牌的形象 怎麼可能讓別人來這種 威脅的去講 當然是老闆自己在講 最有保障 不然你拍了你要給老闆審稿 你這個稿你可能要審幾排吃 你剛才已經說 拍了就上了 你要不要甩了 準備了前後省了一個禮拜 要快過去了 夯頭都過去了 所以這個才是一個 目前在這個整個時代來講 綜合起來比較可能 一個因素 OK 那我們今天講 就是Podcast的部分 就是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跟潛聊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Bye